红华轿车帅气奔驰来自德国的汽车品牌受到各界喜爱 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却不以为然 据外媒报导川普在和欧盟高层的闭门会议上 大肆批评德国人说他们在美国卖了数百万辆车子 但德国人却又不买美国车 直言德国人真的坏透了 而美国汽车在全世界的总销量只占 德国汽车在美国销量的百分之四点八 德国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 德国车鞠躬绝尾 不管川普再怎么不甘愿 美克尔还是得缓甲 其实德国汽车在美国设厂投出大笔资金 也帮美国制造许多工作机会 收益最多的是挺共和党的劳动阶层 如果川普真的要打击德国汽车 甚至要关掉美国本土的德国车厂 同一个倒大煤的恐怕就是那些挺川普的汽车工人 川普欠缺尝试 连自己国家产业供应链都一知半解 就片面得罪欧洲各国贸易伙伴 闹出国际大笑话 回中心 陈泰编译